《大师兄》 你们跳什么 抓住他 大师兄 你想干嘛 请云闪开 丁尹违反门规 私自下山 我特地带掌门捉拿他 大师兄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你盗取紫英的配件私自下山 证据确凿 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什么 盗取 是子英把解案寄给我的 你说什么 对啊 大师兄 丁大哥下山是为了救我 如果不是他 我可能都回不来了 既然救了清云 为什么不计可回山 难道你们不知道 山下竟是魔松之 还有心情在此游山满水 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 三言两语很难解释清楚 好 那跟我回凌云峰 看你是解释还是九辟 可是大师兄 清云 我知道你谈不定义 但是他三法五四违法门规 若是一味纵容 属上还有什么规矩可言 大家都随心随欲 想留就留 想走就走 那成何体统 可是真 不要说了 山正不怕影子邪 我跟你走 好 走吧 丁大哥 这个木头脑袋 就是不会为自己辩解 掌门 掌门 师父 五日前丁尹 私自偷得紫英的配件 之后下山迟迟不回 尽早徒儿在天门峰 将他押来 请师父承计 万兴 赤魂是无恙 丁尹 你我之前常谈 我以为你已经明白 你身份特殊 不会再鲁莽行事 如今 你有私自下山 难道我蜀山 与整个天下的安危 你都不放在眼里吗 弟子不敢 掌门师伯 五天前 弟子在山下 寻到重要的线索 不巧遇到五鬼天王 被他所伤 幸亏丁大哥及时赶到 救了我 后来 后来 因为我伤势太重 所以丁大哥 只好带我就进求医 这才耽误了几天 回的山 你的伤势如何 已经痊愈了吗 好多了 我们在山下 遇到束手医仙 他医术高明 恐怕跟百草师叔 不相上下 大批受魔宗荼毒的百姓 都是在他的避难 所救治的 束手医仙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了 就是这种虫子 它害得山下民不聊生 蛰伏在人体内慢慢采血 一般的大夫都查不到病因的 原来是魔宗刷的手段 难怪百草师弟 用了九环丹也于是我伯 看来是绿袍 在平民百姓身上 施了妖法 掌门 素手医仙对着小虫 颇有研究 走之前 他交给我这封信 说要交给百草师叔 方便医治研究 你先起来吧 有素手医仙的帮忙 亦是我蜀山的福气 你慢人 速将这东西送到百草屋 交到百草师叔的手里 是 丁大哥那我们走吧 等等 师父 丁尹私自下山一事 难道就不再追究了吗 丁尹此次下山 有功有过 就功过相抵吧 恕徒而直言 树山立下门规 就是为了规范 众弟子的言行 丁尹私自下山 已触犯门规 理应受到惩罚 正妹 我觉得丹尘子说的 也有道理 我们蜀山要赏罚分明 有功的 那就要表彰 如果有过的 那必定要惩罚 弟子之错 甘认受罚 既然这样 那就罚你 闭关抄写蜀山剑谱 一事成见 是 还不快去 师父 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情 我心里有数 百草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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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什么事啊大呼小叫的 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这儿就忙着呢 我们是来帮你解决山下的问题的 你们 就你们两个还帮我 还不如换两袋狗旗子给我呢 我们是不如狗旗子 那这个呢 太好了 太好了 有救了 有救了 清云 谢谢娘 帮我隐瞒月儿的事 这有什么好谢的 我只是怕说出来会有麻烦 万一又被大师兄抓住把柄要罚你 我可不愿意呢 天字不早了 我也要回去抄贱谱 我陪你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点�ção 请不吝点赞 订阅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itle椅子 �� Natura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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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不过是糊涂一试呢 多谢师姐指点 别叫我师姐了 真奇怪 我呢都还没有感谢 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呢 千万不要 比起你帮我的忙 这算什么 不要 好吧 你都已经罚钞了一整个上午了 不如我带你去我平时练剑的地方 你肯定没有去过的 好啊 对了 你的铃铛还给你 这个铃铛不是我的 我的那个铃铛抓金蚕的时候弄坏了 还没拿去修呢 你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铃铛 没有啊 怎么会呢 这铃铛很贵重的 是师父送给我和师姐一人一个 我觉得好玩 所以就挂在剑上 久而久之 它就变成武器了 那之前 怎么没见子英带过它 师姐可能觉得不稳重 所以收起来了吧 话说回来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铃铛呢 没什么 没事 我改天还给她就是 爹竟然只罚她抄血剑谱 真是太过分了 丁颖这次下山有功 自然不好重罚 子英 当时丁颖一口咬定之剑 是你借给她的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你是信我还是信她呀 怎么是你啊 师姐 你上次借剑给我 我是来道谢的 谢谢 谁借剑给你了 你可别乱说话啊 你撒起谎来 居然能如此地坦然 先前大师兄说我偷剑 我还以为是什么误会 现在看来应该不是误会了吧 谁撒谎了 我看你呀 明明就是触犯了门规 就想找人跟你一起担责任吧 果然 若遇无知之人 不必与其计较 若是遇到黑心妇人 更是不必与其争辩 你 丁颖 这件事情你和子英各之一字 我暂且无法分辨谁是谁非 但真相只有一个 公道自在人心 你又何必出口伤人呢 大师兄说得有道理啊 公道自在人心 不必争辩 对了 这个铃铛啊 我还以为是清云的 就赶着下山救她 后来遇到她 她说这个铃铛不是她的 那是你的吧 还给你 告辞 我 我去连剑 说 是不是你用计 逼听你下山的 大师兄 你弄疼我了 别听她胡说八道 那你的铃铛呢 拿来我看看 我就是讨厌她吗 全属山上的人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好像所有的人 都被她收买了一样 清云 天天跟着她屁股后面转 我爹也是 处处都维护着她 大师兄 难道你没有发现吗 她的存在 已经威胁到你的掌门之位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用 这么硬度的手段 阴毒 你竟然说我阴毒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你 子英 爹 爹 爹 怎么了 又有谁惹我们子英生气 爹 那个丁毅 是不是给你们灌迷魂汤了 自从她来了之后 出身上上下下全都变了 子英啊 爹正要找你 丁毅说 是你把剑借给她的 她没有撒谎 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丁毅自从失忆以后 心智如同一张白纸 没有受到任何邪念的玷污 如此纯净之人 她是说不出是非之词的 爹 好了 来 审人论事需谨慎 爹知道你不喜欢丁毅 可是丁毅对于蜀山至关重要 你也不能单凭一些事情 就去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啊 那她今天出口伤我 你也不管吗 若我细究这件事情的话 难道你一点错都没有吗 到时候 爹是不是要连你一起罚 爹 子英啊 你要记住一句话 事事如其 让人一步不吃亏 真正心田似大海之人 才能够成就大业 你是我的女儿 应该先天下之有而有 你连一个丁毅都容不下 以后要如何容天下呀 我还不是一心为了蜀山 为了大师兄啊 结果她倒好 今天为了丁毅 竟然对我大吼大叫 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你们小儿女吵架 跑到爹这儿告状来了 就是她不好 胳膊肘往外管 子英啊 爹这个徒弟你是知道的 虽然性格值了一些 可是对你那是真的好 从小到大要哪样东西 她不是都帮你弄来 人哪 往往容易得到的 不懂得珍惜 你可千万不要等到 拥有的失去以后才后悔 那个时候可就晚了 师父 我找不到 师父 你还知道找我呀 子英 刚刚是我说话说重来 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 都是我不好 记住爹跟你说的话 好吧 看在我爹的分上 我暂且不生你气了 徒儿多谢师父 啊 师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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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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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姑娘 风起花落 不知为何 此情此景 总让我想起你的身影 自失忆以后 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只有你的脸 是我脑海中残存的唯一隐忌 我相信你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可是为什么每次我们一见面 最有短暂的快乐 最后却都是不话而散的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时救我 一时又要杀我 你就像个解不开的名 我只能把一问和这封线放在一起 随心搁飞 就算再没有 你希望能得到你的解答 这个傻瓜 居然还会信心 玉儿 你看什么看得这么开心啊 爹 您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看看我的女儿吗 当然可以 爹 这是丁颖 写给我的信 我刚刚收到 这赤魂是入体之后 兵已失去了记忆 这对蜀山来说 是个绝佳的保护屏障 但百密一疏 现在 你是那唯一的破绽 这点你要好好利用 爹 您放心 女儿明白 既然丁颖肯写讯于我 就说明他对我还有所牵挂 如今他对我的身份已感到迷茫 只要稍加刺激 不幸记不出他心底的恶念 我绝对相信你的能力 但这男女之情 就像无孔不入的幻术 一不经意 就会被他控制一切 女儿明白爹的担忧 一定会惊小甚微 绝无留恋儿女私情 因为在女儿心里 只有复仇 为娘报仇 是女儿人生唯一的意义 这我就放心了 对了 上次你提及在树林里边 碰到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女儿没和她说上几句话 这事很奇怪 她莫名地对女儿关心 还劝我不要作恶 但是女儿看她眼神 似乎很温柔 没有敌意 爹 您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只是上次听你提起 有些在意而已 你好好休息 是 你所服用的断情丹 是极不人道之所为 我已经替你解开了 这个解药 你拿着 以后 若是再有人逼你服用 可以以此来化解 若能放任情感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才算 tale 我還没有 金娃 当年你我勇于争取爱 为爱而战 可如今 你却以这份爱为名 无恶不作 眼看着天下苍生饱兽磨难 我是万般无法接受的 为了我和玉儿 能不能停下来 心疼天下人 可是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我就偏不停手 哪怕你恨我 我都不会后悔的 等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你就会知道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宗主你有心事啊 不禀报一声你就进来 就不怕我杀了你 如果宗主真的想杀我的话 应该就不会派玉儿 过来跟我说话 这点自信 我无鬼天王还是有的 看宗主的面相 就知道跟我一样 是个不折不扣的情种 这辈子 注定是会死在女人手里 我女儿不是那么好伺候她 我心甘情愿 死在女人手里 总好过死在敌人手里幸福吧 我把你留下来 也是因为我看住你这一点 我效忠宗主你 也是看住了这一点 不过宗主 你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利用 这一点 实在是令我望尘莫及 怎么了 心疼 我只是不想看到 玉儿那么伤心而已 自己的女人 就靠自己的拳头保护 你要再努力一点 她受的伤害 就会少一点 宗主此话 那我就当得了命令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对小姐 力保周全不失 找门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别着急 慢慢说 找到什么了 百草师叔终于找到 可以对付金蚕术的方法了 师傅 您别着急 麦咱们吃 百草师弟 找门师兄 你们来了 我等着你们半天了 等等等 跟我来 跟我来 找门师兄 你看 这便是对付金蚕的汤药 若散给百姓们服用 体内的残毒 定可清除干净 收家调理 身体即可恢复健康 百草 辛苦你了 此后山下的百姓 也不用再任人宰割了 这金蚕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 那金蚕啊 是一个非常阴毒的物种 非常难以炼制 要将十二种毒物 放入瓦罐之中密封起来 相克相杀 相互蚕食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炼制 最后啊 只剩下一只 然而它的颜色和体态 也会发生变化 便是金蚕 听起来就觉得恶心 不过 这下可好了 我们有了解药 就不怕那些臭臭了 对吧 哎呀 这解药啊 能治金蚕不佳 可是 可是如今这药量 能救最多不过百人哪 就不能再多熬制一些吗 哎呀 你个臭丫头 你以为炼药 像煲汤那么容易啊 哎 每一种药 特性不同 所用的药材也各异 这金蚕制毒 唯有以毒攻毒之法 方能将其化解 所以呀 这药中我就放了一味 比这更加阴毒的物种 那便是 哲仙潭的乌风草 哲仙潭 如此看来 要集齐这药方 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难级 掌门 师叔 那里是不是很危险啊 那个名字一听就知道了 据说那个地方 凶险异常 山中布满了毒涨 就是神仙过去啊 都难回来 所以啊 生长在里面的乌风草 就更加显得珍贵了 想我百草仙人 为求灵药 上天入地我都不怕 唯独折仙潭 我未曾踏足过 我这半截乌风草 还是二十年前 一位世外高人所责 现在全用得汤要来了 天哪 那要得到乌风草 岂不是比登天还要难 现在啊 也只有这个方子 这是青云上次带回来的书信 那位素手医仙呢 真是一属高明 不但详细解释了金蚕的特性 还把山下的病情一一告知 但是我就奇怪了 他认识我我不知道他 按说像他这么高超的医术 我没有道理不知道啊 所以 找机会我还是要下山 亲自拜会他一下 有机会 我也要亲自拜访一下 这位高人 我觉得 有可能他与我们蜀山 也有些渊源 不过现下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 找到这乌风草 不行啊 那哲仙坛 杖毒笼罩 一般人凭借自身的内裂 根本抵御不住毒气 对五脏六腑的侵袭 但是 有一个人例外 白草 你是说 在冰尹去哲仙坛取无风草 师父 丁尹他自力尚且 去无风草任务凶险 弟子愿意替丁尹前往 你自然是要同去 但此次任务特殊 也只有丁尹才能够完成任务 为师命你带着紫英青云 一路护送丁尹 你务必带着无风草 和他们平安回来 他以为他是谁啊 凭什么要我们保护他 掌门 不如 让我的大徒弟吴夏草一同前往 他熟悉各种药性 及灵药的生长环境 对于哲仙坛的情况 更是略知一二 想必是大有用逐啊 好 那就派无下草一同前去 为众人领路 弟子领命 丁大哥 还不快点上前领命 丁尹必定竭尽全力 把无风草带回来 我一定会好好护送丁大哥的 丁尹 时辰已到 准备出发吧 丁尹 你跟我来 我有话要吩咐你 好 掌门师兄 你在想些什么 依你所言 此行甚至凶险 万一 要是丁尹出了意外 势必 涉及到赤魂时 从而引发天下大乱 后果 不堪设想 这天下一乱 不得不薄呀 哲仙坛危机四伏 常年 被毒障和迷雾所笼着 你穿越迷境时 一定要记住 稳定自己的意志力 才是基石 心正邪不侵 只有你稳定了心性 才不会 被迷雾和毒障所吞噬 你记住我的话 到时候 自然就明白了 弟子谨记掌门吩咐 属山怎么这么快就知道 剋制金蚕术的方法 属下猜想 上次采血时 有鼠山人设下埋伏 恐怕当时 他们这是为了捕获金蚕 所以才 废物 奴随 奴随办仗坏我大念 留你何用 我堂堂一个猎影神宗 居然连一个有用之才都没有 宗主 其实此事仔细想来 反而是一件好事 这话怎么说 山中人的情报说 诸葛玉我 这副药里面最重要的一副药材 就是乌风草 而乌风草只有哲仙坛才有 所以诸葛玉我为了配药 已经派了一众小辈前往哲仙坛 属下愿领命 带人去伏击 绝不让属山的人拿到乌风草 乌风草是小 据我所知前往的人里面 就有那个叫丁隐的 我们可以先在那设下埋伏 你去傻瓜 乌龟天王 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 你跟图梅两个人都对付不了她 我怎么可能对付得了她呢 那你就闭嘴 我想向宗主效忠 凭什么听你的 宗主 你何必凡事都亲力亲为呢 这个丁隐既然这么难缠 你为何不交给蜀山去对付她呢 难道你有什么办法 我听图梅跟我讲过 说玉儿曾经为了激发丁隐的魔性 试图拿取赤魂石 结果却功愧一愧 我在想这个丁隐 既然是一张白纸 那为什么不把它浸在染缸里 多浸几次 就变黑了 你的意思是 向低你周围的人下手 刚好 属下的恶鬼阵精髓 就在于蛊惑人心 激发人内心深层的秘密和恶意 我就不信 蜀山这帮人 他们心底没有一点 见不得光的东西 就像躲在暗处的狼一样 一旦被火灾照亮了眼睛 他们马上就扑过来摇你 只要那个丁隐和他的师兄妹 互相残杀 那个赤魂石 还不是手到擒来 好 这个提议很好 不过你还需要一个人帮你 是谁 鱼儿 你跟五鬼天王一起 鱼儿几次接近丁隐都没有成功 他对我已经产生了戒心 我恐怕没有办法让他再相信我 只要你全力以赴 定有对策 是 女儿一定竭尽全力 抓住丁隐 取得赤魂石 宗主 属下以为自己一个人也能办好此事 要挑起矛盾 必须要有导火索 只有让鱼儿和你一起行事 才会万无一失 你爹就是在把你当药引子使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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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眼的也太过了吧 心疼了 乌鬼 我请你入神宗 可不是让你随便采花的 他可是奉宗主之命甘心领的 怪不得我 可我看你这个架势 是想把他给活活打死 徒妹 你不会是在拱暴私仇吧 好 我不打就是 我不打就是 尸骨盈蛇 这是最毒妇人心 乌鬼 你别光想着给小姐疗伤 到时候任务有什么闪失 他可是会怪你的 不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